圆丁新时装爆料来了,该款时装需要玩家线下到东京堡游玩才能获得,就跟此前国服这边的游园会嘉年华一样,玩家去线下参与可以获得拥兵的蓝皮,然后看回圆丁这款蓝皮,时装名称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嘉年华指南。 在领口往下位置可以看到东京堡的标志,然后是腰间位置的口袋里,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,有钢笔以及盖有东京堡标志的纸张,另外还有盖章以及吸管杯,看下来是个接待员的打扮。 然后景点开放时间是在明年,也就是2024年3月1日的时候,第五人格与东京堡打造的合作景点将正式开幕。 关于东京堡,这是全球首个陈剑式主题公园,除超人气游戏第五人格外,还会有其他动漫景点,更多后续内容,到时候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,我们下期视频见,拜拜。